这一次宝石街终于是把特斯拉摁在地上摩擦了 估计雷总心里都美滋滋的 没有白费自己学习宝石街的苦心 你以为欧美车企真的就是放缓电动化了吗 在这个车上的电气化技术 那简直就是脱胎换骨 集结了宝石街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 打造出来的TICAN Turbo GT 这是一辆最高拥有1092匹马力 峰值公里1340牛米 最高时速304公里 100公里加速2.2秒的刷全神器 虽然看这几个账面数据 大家会发现好像并没有特斯拉摩托S和卢斯耶尔斯法要强多少 但实际上它在纽北的全速成绩中 比特斯拉摩托S Plaid足足快了26秒 即使是穿上赛道套件的摩托S Plaid 也要慢出来18秒 而且TICAN只有两个电机 而另外两个车型都是三电机的配置 虽然自家兄弟TICAN Turbo S已经是很强了 但是Turbo GT狠起来连自己兄弟都不放过 保时街还给这辆车搞了一个增压装置 对应的功能就是攻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按下按钮 然后就能够瞬间多出来160匹马力 持续10秒钟 而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99X电动方程式赛车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版氮气加速吗 从懂车地查阅来看 Turbo GT的电池包含了33个模组 每个模组有12块独立的电池单元 总容量是93.4千瓦时 如果你觉得赛道成绩你平时用不上 那么WLTP续航可以跑到700公里 请注意我说的是WLTP工况标准 甚至在高速路段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以上 这你敢相信 快充模式下 仅需要18分钟就能够充满 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800幅高压架构 热泵参与的全车热管理系统 保时捷是一个都没有拉下 更重要的是 之所以它能够做到更好的赛道性能 以及这么高的续航能力 主要还是来源于变态的轻量化设计 夸张的大尾翼 以及各种空气动力学的加持 两档的变速箱的设计 依然是制装法宝 让它拥有更宽泛的转速区间 能够保持性能拉满 又平衡了续航 总之即使不如特斯拉和Lucy的账面性能 但是综合实力也算是吊打特斯拉 俗话说弯道快才是真的快 保时捷是真的把这句话玩明白了 真正的让你买到一辆合法上路的赛车 那么大家觉得Tikon Turbo GT 还有什么缺点吗 评论区告诉我 下个视频来聊聊幻星版Model 3的高性能版 到底有多强 点赞关注